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0月12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日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利达资产管理基金经理及合伙人黄耀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美国长借息回落之制 最新出路的PPI超出预期 美股星期三都反复做好 恒指日期高水244点 国家队出手增持内银A股 似乎你好大市气氛 稍后也可以找Andy详细分析 现在美股和港股市况如何走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我的电话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到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美国九月份的PPI 按年升幅加速度2.2% 高于市场预期的1.6% 按月升幅虽然放慢到0.5% 仍然是超出预期的 核心PPI按年和按月升幅都加快 并且高过市场预期 而联储局会议记录显示 官员同意利率应该保持限制性 到指星期三反复拉脚 高开之后一度升143点 企口曾经反复到跌127点 收市报33804点 升了65点 标指升18点 报4376点 纳指升96点 报13659点 10年期美债息回落到4.54 水平 美汇指数曾经跌至105.5的水平 接着看看焦点美股 NVIDIA升超过2% META升1.9% Google和亚马逊升1.8% 苹果升0.8% Tesla就未跌 再看看焦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墨腾讯ADR 折算簿314.08 比本港收市价升1% 阿里巴巴、美团和京东 比港股升超过1% 美团折算簿118.33 网易升2.5% 折算簿170.15 汇公控股ADR 折算簿63.87 比本港收市升1.7% 港交所升大约1% 健康升1.8% 接着看看今早上外围的市况表现 墨导资期货继续向好 34,041点升49点 纳资期货也是向好 至于亚太区股市 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比较强些 升1%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32,283点 升346点 南韩市升幅也有0.8% 至于澳门股市也是偏远 其中澳洲市跌不够1点 新西兰股市跌幅大约0.2%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 恒指黑期的表现 预示 稍后港股应该都可以高开 黑期升超过200点 我们找Andy出来谈谈外围的最新消息 昨晚美国公布了最新的PPI 被市场预期刺热 当然今晚还有CPI 先看看 当然可以说到联储局 公布了9月份的议息记录显示 看到官员都说 最终的结果都表明 未来可能都会再次加息 而官员就认同 信贷紧缩可能会抑制经济活动 但虽然风险会有个转变 仍然都会在一段时间内 保持一个高利率的水平 可以说今次的议息会计录 是不是都跟近期市场的解读 立场都差不多 尤其是最近都多了一些官员出来 又好像比较态度的放甲 大家形容为 可以看到是不是 官员之间虽然是一个分歧 而多数人好像预计都会再加息 但其实谨慎行事才是大家的共识 其实我相信 现在在相关利率 或者叫债息上面 大家的取态都挺类似的 大家都预计了higher for longer 无论究竟你放什么故事下去 究竟是因为去全球快又好 还是究竟是因为通胀 经济短期内真的不会太低 黏度真的有一定在 这个就一定有一个共识在 但是最重要 其实大家都会听得出 大家都是很理性地去看 就应该是这个第四季度 应该是最后一次加息 因为其实最怕都是堵烂了经济 很怕突然失速 我估计这个都是联储局 现在开始做一个讯息给大家听的 因为尤其是当神弘国债 那些长期国债 最近突然急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都要不断去放一些 夹派的声言在那里 就是让市场不要硬硬夹上去 甚至其实都不知道 市场是不是因为太多电脑程式盘 一起追上去的 因为其实如果看回 十年期国债息率的走势 你到最后那一刻 又是parabolic的升上去 这个是在今年很多时候 有些突然间主题性的炒作的时候 无论是股票还是商品还是债券 都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突然间很多东西追进去 然后就出现一个短期的小泡沫 然后就突然见顶回落 其实十年期债息都有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我相信作为投资者 现在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未来几年就开始越来越多人 好像我们之前那样说 知不知道 都不会预计通胀平均数 会低过3.3 大家都在预计3.4 这个大家都预计了 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你说 在短期的投资上 其实外围 我相信大家借住了几个情况 例如说打仗 就是中东上的地缘政局的紧张 这个情况下 其实市场消化得很快 都见到气氛上面不是太悲观 因为不是太危险 因为你看到油价 其实我记得第一晚讲节目的时候 星期一晚 在第二个节目的时候都讲 其实最重要是看着油价和金价 起码要两者同时升上去 例如布兰特要升到92 而今价要同时间突破 是要两个条件摆在一起走得通 才是一个risk off的情绪 但是你现在看到 今价是有升 但是more是因为债息回落 和美元回落的反应 而同时间你见到油价 日圆 美汇 这些被视为避险资产 其实是没有怎样升上去的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这几个交易日 我都不会说几个礼拜 这几个交易日 是很明显 就由上个礼拜 一个extreme risk off 一个极端悲观的情绪 突然间 其实是很明显 慢慢转回去 没有那么悲观 至到中性的情况 是 其实你刚才也有提过 有些地缘政治局势 即使出到 好像市场反应也不是很大 但是德琪也想问你 除了你之前也说 长债息是其中一个关注点 另外两大的指标 是大家可以看着市场的情绪 或者资金流向 就是美汇 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恐慌指数 BIX 如果看回美汇指数 的确近期想尝试 108点好像不行 之后已经回头 恐慌指数 BIX 都升不穿21点 而长债息 现在好像有见顶回落的迹象 不知是否 你可以帮我们拆解一下 究竟是否现在所有的指向 都好像是 之前一早说了 一些美股会有季节性的调整 已经是完成了 你怎样看呢 是的 好 谢谢Irene 和我继续了之前的 一些几个体质指标 因为 刚才提到的中东事件 是用来配合上 上一两次都提醒大家 看看季节性因素 怎样用一些故事来完美演绎 来做个句号 上次未有中东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是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要市场很悲观的时候 BIX是要适合21点 美汇应该要到107,108点 但当时也有加了一句 就是如果在那一刻 叫做很悲观的情绪的时候 如果这样也扯不到VIX上去 这样也扯不到美金上去 其实市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有银力 事实上 VIX这段时间就回落了 美汇就未完全破位 应该大家会在105.5去看一看 甚至我自己觉得有机会 乐观点去看 我觉得有机会试回103 如果这样看下去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季节性因素真的有开始 开始现在在回顾之前的指数 其实看来是个开始句号 因为当时回想大概几个交易日前 其实都是一个礼拜 不过一个礼拜左右 其实当时美股 其实就碰了过去一年的上升通道的底部 而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在技术指标上 还有的就是美股的RSI 是达到了超卖的水平 MACD出现了一个背驰的情况 其实还有就是一个市宽 是一个极端低的情况 这个也是被视为一个叫做气氛很差的一个反向讯号 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几个东西 摆在一起 其实每隔几个月 甚至过去大概十多二十年里面 美股如果是在第三季尾 第四季头出现这样的技术指标的时候 都是一个中线见底的情况为主 有八九成的机会 之后的第四季的表现 其实是会有一个高单位数的回报 如果用S&P来计算 而还有八九成的机会准备 对了 反过来 究竟有什么时间不准备呢 就是除非有黑天鹅事件 因为其实就是00年 就是这些 08年 那些是不准备的 那时候的第四季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常常都很害怕 十月股灾 就是因为大家会人性地去想 就是一定会记得一些最害怕的事情 但是原来拉回一个比较多数据 比较多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是好像今年那样 又是用了一堆很悲观的消息 就在第三季尾 第四季头走光了 所以我会维持回 其实我这次上来都没什么改变的 其实都是维持着这一刻 就是中线来计算 美股是继续吸納一些优质资产的 是的 那S&P500 我再早一个星期的时候 都有提到 如果要但短短的 看着4400先 是的 再逐步看 是的 因为始终都有一个小型的下降轨 顶一顶住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优德资产上面 我相信大家可以用两个梯队 第一的 如果只是股票的话 第一个梯队 我估计都是吸納一些 之前都是不断跟大家说 不要嫌患 是的 用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角度 都是拿着MegaCap的了 是的 就是有科技元素的MegaCap 是的 接着另外那些就是一些 之前说过一些好像Progressive 就是那些 那些当地的一些保险股 这样去先走 是的 我相信这个也是个 无论技术走势 还是选股上面的一个做法 那我补充了向前望 刚才麦前Irene也叫我 问定我 是的 现在向前望 美股的业绩期的时候 要看什么呢 其实我今次对美股的业绩期 不是那么高期望 也不需要那么高期望 是的 那什么叫不是那么高期望呢 就是只需要现在的盈利增长 即如市场预期 有一点点的正回报 其实已经可以了 因为如果参考过去十几年 如果我们用美股的业绩期 每个季度去看 那个盈利增长 如果由过去几个季度 是出现了下滑 然后变成倒退 然后见底 而最后出现一个回升的话 其实S&P500 即美股 其实就会完成整个调整期的 是的 调整期是有横行 亦有好像一个急落的情况 都可以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最重要就是 如果当盈利增长出现一个明确回升 即开始出现正增长 股市都开始会展现一个新的升浪 的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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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